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居民消费价格同以上涨3.6% 年内第四次突破3%的警戒线 涨幅创23个月以来新高 而央行继2007年7月20日以来首度加息 更使民众开始担忧通过膨胀时代的到来 十一黄金周的时候咱们的节目在上海录像 当时我就去那个城隍庙去逛 我发现就有一个那个老凤翔银楼啊 那个楼旁边全都是人 人满文坏 我当时以为在抢购世博会的门票 后来发现不是抢购黄金的 我看报道说一天时间那个银楼的营业额过百万 而且不是买那种饰品 就是纸黄金 买那种那个十足的500克金条 买金条 他是为了保值嘛 他才这么做 其实不单上海了 这边很多银行都推荐客户去买黄金 目前情况并不是不可以 不过要关注美元的变化 问题是这个黄金啊 他谁在控制 这个黄金呢 基本上都是美国在控制 所以刚才你讲的的话就是 讲的很好 就是你要看跟美金怎么样的这个挂钩呢 最近这一年来 自从金融海啸之后 尤其是08年11月份之后 黄金从700美元一样 开始基本上上涨 涨到现在1000多 大概涨到快一倍了 大家什么心态呢 那就是说 也就是整个世界对于直币的不信任 以前你要看黄金的走势的话 你得先预估一下美元的走势 为什么 因为黄金只是一个手段 美元才是真正的目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每当美国政府想拉抬美元价格的时候 他经常就会去找华尔街的公司 去打压竞价 让黄金投资人受到损失之后 他们会离开黄金市场 会干嘛呢 会购卖美元 转向对 卖美元就涨了 所以为什么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黄金跌美元会涨 所以大家就想说 黄金跟美元是不是一个相反的 这个悄悄板 不是 这不是的 因为从金融海啸之后 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 金融海啸嘛 他从美国来的嘛 那美元肯定是完了对不对 你发现没有 美元狂涨 所有货币全跌 只有美元狂涨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在金融海啸时期 美国政府特意的 使得美金涨的结果呢 是满足了大家在危机时候 逃避风险的心理 好吗 因此使得美元成为唯一的避险货币 其他货币呢 包括欧元澳元 全部都狂跌了 所以那时候开始 各国都开始储备美金 对所以你不要把美金看成一个什么垃圾 绝对不是的 我们我们现在媒体上这段报导 很多网上就说 哎呀美国大量印发钞票 美元别是没这回事的 所以是什么结论 那就是在危机时刻 黄金会涨美金会涨 但是黄金为什么会涨 不是因为你抵抗通货膨胀 而是什么 而是大家对于美元蒸发等等问题 他感到恐惧 所以他去买黄金 他不是设计用来抵抗通货膨胀的 现在只有中国有通货膨胀 好吗 那么其他国家包括美国 他没有什么通货膨胀 还有通货紧缩的问题 特别好玩 去年9月份的时候 我还看过教授跟房刚有一个论战 房刚是认为说 那个09年中国的那个经济是低位徘徊 没有这个通货的风险 我们节目专题还聊过这个 教授已经认为 当时会有通货风险 而且会有滞胀的可能 对 挺好玩 结果呢 结果就通常是事实现在 对啊对啊 这是水平的差别嘛 所以说黄金构成了对抗通货膨胀 现在一种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 但是现在更多的人会把股票 跟对抗通货膨胀建立关联 现在有一种被滥用的说法 就是说上证指数 从91年年初到09年年底 19年间 平均每年上涨18.63% 就等于19年代上涨了30倍 所以说现在更多的人给了一个结论 说在中国 说通货膨胀实在到来了 只有买股票才能对抗通货膨胀 这个说法是 因为刚好就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之下 得出这个结果 不过你 因为我们这股票市场是很奇怪的市场 这不是不靠谱的 举个例子嘛 去年我们股市上涨64% 供膨胀呢 负0.7% 你有什么观点呢 刚好想反的没关联嘛 看看美国 美国的股市不管怎么讲 比我们成熟的多 如果股市跟通胀有关系的话 那美国一定会显现出来 好吧 可是我们看到数据并不是这样子的 50年代60年代 美国的通胀率应该是百分之二点几 多不到3% 但是50年代 这个股票回报率是16% 60年代呢 是5% 好吗 你看到没有 这好像差这么多 你看它并没有一个必然的关联 那最近呢是负3%左右 你看看 没关系嘛 我觉得这个观点应该是基于说 基于地产调控 限购之后 很多资金找一个出路 他们就建议投资在股票上 它其实应该不是对抗通胀上 它应该是目前一个好的投资机会 对对对 所以现在这两个方向看似是对抗通胀 其实没有本质的关联 没有本质的关联 对 你说黄金 它是我刚讲的两个原因 你说最近的股市涨 那股市涨就你刚刚讲的 就是你打压楼市的结果 大量避险资金 从楼市流出来干嘛呢 就前阵子 就是十月结构后 炒大盘股 那最近这几天又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刚好这个什么十二五计划出来了 你要注意到十二五规划 虽然还没完全出来 它年底会出来 现在意见 争取意见 你们注意看 那个住建部和那个有关部委 做的那个 十二五的那个地产规划草案 你们已经提到说地产 它还是个发展规划 它不是个条款规划 就未来五年 地产还是我们的经济支柱 所以我相信这个地产的 这个未来五年的 那个发展时期 还是蛮长的 你说一个东西绑架了中国经济 对就是地产 要想松绑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对啊 而且你看我们中国 今天问题是什么 严重的产能过剩 什么叫产能过剩呢 就是供给大于需求 到时候你发现了 真正有需求的 只有地产 对 到时候地产绑架了中国 这还得了吧 说起产能过剩 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个论调 是说产能过剩 也是有效抵抗 通货膨胀的那种办法 产能过剩 这不是底下 它不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 而故意产能过剩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你一大阵 而是你一大阵政策 走到现在 我们过度的投资 我们投资在供给的项目上 所以产能过剩 目前只会持续恶化 好吧 那你说恶化就是怎么 刚释然出来 没人要怎么 那当然价格就低了 对不对 那这不是因为 你要对抗通货膨胀 你不要搞错了 所以我们在聊这几种 这个对抗膨胀的 这种社会想象建构 出来的方式 是因为现在民众 对于所谓这个物价上涨 周遭的一切都在涨 有恐惧 非常的不安 非常的恐惧 比如说以前的一个提问方式 会说说 还有什么要涨价 现在的提问方式变成 还有什么不涨价 提问方式在发生更点 列宁有一句名言 说通货膨胀 是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现在媒体给了个 诗话的语言 说通货膨胀 是穷人的眼泪 这话也都是对 所以最近有一个 就是叫新穷人的 那些想象出现 他刚刚问说 什么还没涨 有几个没涨的 就比如说公交车 这个车费的 那个涨的比较慢的 或者是基本没涨的 工资也没涨 工资 工资准备涨 然后已经出了条文 那个25号26号 说30个省的 那个基本公司要涨了 然后还有什么 那个游戏的点卡 这个购买的 这个钱还没涨 所以为什么新穷人呢 他就很宅 家里面打游戏 充电卡 他没什么费用嘛 然后呢 就是吃的那个 便宜的东西 然后没有消费欲望 所以很多人还质疑说 为什么中国的内需 这个带动不足 你怎么去带动呀 我不敢去消费 但你看什么涨了 你就在跟不涨的一个对比 什么涨了 成品油价格上涨了 最近不又调成品油价格了吗 然后实用油价格涨了 全是国际民生相关的 还有糖价涨了 以前咱们说 逗你玩算你狠 什么那个江泥军 现在糖叫糖高宗嘛 现在又换个词 叫糖玄总 就是说糖涨的玄乎齐玄 不能解释 叫糖玄总 我们周遭一切都在涨 还有一个叫凭什么 苹果都涨了 苹果现在一个五块钱 吃得起吗 凭什么 周遭一切都在涨 所以才有了 刚才我们节目中所说的 人们有了要保值 要增值 要对抗的 但是你看到统计局的数据的话 你觉得好像不严重 半分3.6嘛 欧洲美国 好像也跟数字差不多 在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通常其实是一个生活的直观的感受 并不是光看数字来的 你说数字也有问题 我们现在目前的数字 信贷跟物价是两张皮 为什么呢 信贷它统计是把房贷放进去统计的 而物价是不考虑房贷的 如果你考虑一下 房子的供应 你要买房 你要去做贷款 然后它会带动什么 带动基本的一些物资的上涨 建材 钢材运输什么上涨 然后你的生活用品就涨了 而这一块你去不统计进去的 你这个物价 如果你要看信贷的消费指数的看 它应该是比你的物价更严重的 但教授这个面对掌声一片 我们要追问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9月份这个3.6%这个CPI 我们说是23个月以来的新高 大家很恐慌 说到四季度 是不是通货盘输会更加严重 我们追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此轮上涨 所有东西都知道 周遭的一切都在上涨 它的原因在哪里 学者有解释 比如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他做了一个报告 他会说由于工资上涨 导致了这个物价上涨 通货膨胀 他说比如说劳动力价格上涨了 成本上涨了 还比如说宋国青 他直接有言论说 由于住房市场萎缩 于是钱 消费的集中在了其他地方 买车 买一些日用消费品了 导致的物价上涨 都可以跟他解释 那此轮通胀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我们总共喜欢根据表面 现在做结论的 我请问你工资有什么会长 工资上有原因的 最大的 其中我们分析结果 就很重要的是什么 房住在涨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当然北京的数据 我细节我就不讲了 北京数据是极不可靠的 因为他这个数据是 北京的数据 北京市监委跟统计局 在相互掐架呢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他数据不可靠 但是其他各大城市 你发现 他的物价指数 他的物价和房租成正比 我们就以2008到2009年 这个树林电器为例的话 你发现他这个 增加了182个店面 增加拼用这么多人 才多了四千多万工资 而且他整个政府 只有2.5%而已 那房租呢 水电等等呢 同样期间上升15% 那他成本上升太高了 那成本上升高的结果呢 很可能就要去加工资 加工资结果呢 又有房租又是工资 你这个售价 你不可能降低的 所以说你必须抬价 教授拎出来一个房租的概念 这是在商业中 那个地价或者是房租 是特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你们解释 为什么说现在网购特别的流行 没错 因为百货商店里的东西 一定比网购的东西要贵很多 因为网购他没有这个 所谓租金和地价的考虑 对 如果你要说工资上涨的话 我这里有个数据 也是统计局的 看准不准确 他说前9个月 今年前9个月 农民工的工资 平均涨了18.7% 农民工的 平均工资 如果按09年的 那个月均来算的话 是1417元 涨了18.7% 也就是多了265元左右 那么他的租金涨的 那个幅度 可能他这个265 还填不住那个空呢 他怎么去推动物价上涨 是 这两天我去东莞调研 咱们节目正好录制的 闲暇嘛 我去东莞调研 跟那个新生代产业工 也就是农二代 这个通知同住同劳动 最近是在涨 确实在涨工资 但是涨了工资 他没有任何涨的感受 因为工资 刚才你里面那个数据 涨了很少的一部分 但是物价上涨 远远抵过了 他工资里上涨 所以为什么穷人的眼泪呢 租金引领的通货膨胀 是我们做出的 第一个描述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媒体 包括很多学者 在关注所谓的 教科书里的定义 叫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就是比如最近 这个汇率大战在打起来 然后我们说中国 现在这个 在国际市场上 原材料这些东西 买什么什么涨 那这个输入型通货膨胀 是不是另一种景象 对 是啊 比如说这些产品 比如说铁矿石也好 或者什么硫磺 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都是美元定价 那你美元一贬值的话 它就必然要涨 而且华尔街推不住来 他们发现美元要贬值 它更 既然要涨 更炒出它更涨 美联储还要大肆的 大肆发行货币 对 所以其实前段时间 广交会的时候 陈德明他不是过来吗 上午打陈德明过来 他已经说了说 美元的货币发行不受控制 以及大宗商品的价格 持续上涨 就是带来输入性通胀的 这样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 所以你看 输入性通胀 房租等调控不利 再加上振发货币的结果 你使得这几个因素 造成我们目前 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 其实通货膨胀 这个词是一个挺经典的 一个经济学历的定义 我记得我上去 还在学说 物价上涨 货币贬值 可是到了现实生活中 你会发现通货膨胀 特别复杂 就光媒体所建构出来的语言 什么结构性通货膨胀 成本型的 投资型的 输入型的 还有咱们经常调查 通货膨胀预期 怎么搞得这么复杂 是是是 因为它本来就很复杂 是可能很复杂 那如果我们找出 两个核心因素 构成了此轮通货膨胀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我们说 应对化解通货膨胀 就要从这两个原因上 做文章来思考 也就是说 这个政府要注意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这个政策 推动的时候 常常会过于简化 会一刀切 我们会说 哇 这个货币投放太多了 忙砍货币 就是银行不准放贷 紧缩 紧缩 这货币是其中一个因素而已 你一刀切结果 就好了 企业马上进入困境 它拿不到贷款了 企业进入困境 那就另外一个危机就出来了 问题是 它只是一个小因素而已 那我请问你 那你房租大涨怎么办呢 你这边控制 这就是你这楼市调控 你是失败的 对不对 调控失败的话 它这个影响 说明大过你的货币 还有 国外输入通货上 你完全无法控制 完全无法控制 我们人民兵会 你根本就不能像欧元一样 你可以升值 或什么 你可以给党 抵挡通货上 我们做不到的 所以输入通货上 你是阻绝不了的 房租调控不利 使得成本上升 你也是阻绝不了的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控制货币 控制货币能不能达到效果 它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那要控制 那就很难了 控制货币已经很难了 我们看一个数字 那个09年的时候 那个为了刺激经济 我们发行的 其实是单位有9.6万亿的 那个货币 而这些货币都往什么地方走呢 基础性建设的领域 您当时说过了 这个话题的 然后呢 广义货币 M2今年9月底 余额达到创纪录的 69.64万亿 所以30万亿都控制不住的结果 让你就控制不住 除非你数据造假 对 那现在有一个就是 我们加息啊 我们说加息可能是个 短期的控制通货币 这样的一个调控的 一个好办法 10月19号这轮加息 是07年以来 就这么长时间来 第一次加息 幅度非常小 对 所以很多人就担忧 中国会不会进入 这个连续的加息周期 我跟各位讲啊 美国比我们单纯的多 美国控制一个金融变数啊 他就能够控制住通货膨胀 因为美国 他整个 他整个国家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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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简单的国家 好吗 你说他的房租 他房租一点都不高 政府有很多的补贴 他们有没有房产税 有房产税 但是对于 你这房子租给低收入群体的 他还给你付的房产税 好吧 还比如说你盖个 住待区 规定20% 是给这个十田租屋 他们处理的非常好 因此他已经控制住房租 房租诱因了 好吧 控制住了 另外呢 输入群通货膨胀 美国没有不在乎的 他根本不要的 他就他 他比如说这个石油的问题的话 这可能是最他唯一的冲击了 那么其他的话 他是他这个国家 输入群通货膨胀 影响不是很大 好吧 好 那这来因素都没有了 他控制个货币 控制利率 基本上就能控通货膨胀 那我们都不行啊 但是问题是 加息是否是有效 一直通货膨胀的办法 当然不是 对 因为加息跟你 你讲这个 增加货币啊 都是类似 你加息干嘛 加息你就不要借钱了 你都不要借钱 你借钱不借款 就不能买东西了 货币就不能上去了 他跟这个发货币 情况是一样 包括拿美国举例子 上个世纪 七十年代的时候 那两次海外战争 导致那个石油价格上涨 当时恶性 西方国家恶性通货膨胀 当时美国和英国也在加息 不过加息之后 解释单纯的加息办法 很快进入智障了 就是加息跟通货膨胀 之间的关联 似乎在历史上被否认了 就加息 我个人觉得在中国 目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用处 是它让那个储户的 那个资产得到保护 否则一旦是 一旦储户不能容忍 那个负利率的话 它就会存款就会流出 就会更加推动 那个通货膨胀 这是一个目的 另外一个目的呢 可能也包括了 那个调控地产 但你要说加息 有没有长期的效果的话 肯定还要看 中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举个例子 07年六次加息 股价全涨 10月19号加息 股价也是涨 是不是 涨的幅度不大 但是它也是大 它并没有狂跌 那代表什么 代表说你这个加息 本身好像就是有问题的 你应该没有达到你的期望 说不定你这个加息的结果呢 以07年为例 以最近这个加息为例的话 你发现了 更多资金去炒股了 而且我们有一种担忧 是加息会导致 热钱的流入 一旦加息有这种预期的话 热钱流入之后 反而会助推资产泡沫化 没错没错没错 也就是说 中国的通货膨胀 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如果你想用金融手段 来解决通货膨胀 那我可以跟你讲 那很难 我比较怕的是什么 我怕的是 政府会听一些人的建议 说中国 你这就是不听我们的建议 对不对 是不是 听樊刚的人建议 我怕他们听 比如说听那个 有人说 中国老百姓 还能容忍4.5%的高通货膨胀率 丽老先生说的 全部就有一个财富博览会 一个论坛 丽老先生 丽宁指出说 3%的通货膨胀率 这个警戒线 是适用于西方的 但是中国的通货膨胀 的警戒线 不应该局限在3% 应该提高到 可以提高到4.5% 对 不我希望政府不要听他的 我就怕他听他的 我想问问 4.5是怎么来的 不晓得拍脑袋 拍出来的 他们的意思是要保证 经济先增长 然后再考虑通货膨胀率 怎么控制 这等于是 一个长工给地主打工 然后地主说 我今年呢 我要盖另外一个房子 你就不用涨工资了 你就等着吧 你就忍忍吧 忍忍几年好了 你先给你发工资 对 人家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这是对于民众的一个 所谓忍受能力 做了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理解 他们想起来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吴敬那也是说 火车票 不是 这不是春运的问题吗 对不对 火车票涨价 就能解决春运 你把这个涨价看得太容易了 你就想说 涨价就不做了 哪种规律 涨价造成社会 社会有多严重 他都不考虑后果的 所以最近 百度百科新增加了一个名词 上面写着 这个名词 语出财经狼眼 叫宠物经济学家 下面有一系列的 这些宠物经济学家的宠物言语 我刚才说的几个言论 可能会不断地递增上去 我觉得应该 中央政府还是看到 这样的一个趋势的 包括前段时间 还是25号左右吧 温总理已经说了 今年的国务院工作会议 已经把抑制通货膨胀 作为重要的工作议题 就可见他去抑制 说明通胀已经出现了 所以要抑制 而不是预期 第二 他确实要去做点事情 去平衣物价 去保护人们的生活 但是你看姚景元 姚景元他有一个解释 他说现在有三个因素 可以抑制通胀 一个是说 所谓农业丰收和粮食增产 另外一个是所谓产能过剩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 2010年中国经济现在 总需求不足 不一定会坦生通货膨胀 咱们先说第一个 就所谓这个粮食增产 或者农业丰收 我们发现现在 什么都在涨 但是主粮这件事情 还是基本不涨的 因为国家补贴的很厉害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有担心说 粮价涨百价涨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担心 一般来说 政府不让这些是出现的 有个中储量的仓库 主粮 它那个粮食库存 它是会抛出来 平衣物价 不过你想 这个农产品价格涨的结果 农民并没有得益 对对 举个例子 就是98年到2008年了 这10年之间了 食品价格 食品价格上涨了 可是这个 城乡收入差距 98年时候是2.5倍 现在变成3.3倍 你发现农产品价格上升之后 诶 城乡它差距差距更大了 农民并没有得到实惠 所以这15年来 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农资 就是成本 它价格也在上涨 上升2.27倍 但农产品价格上升2.15倍 你发现成本上涨 远远大于它的 能够卖出价格的上涨 所以农民在这波 农产品上涨当中 基本上没有得到什么实惠 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所以说增收 其实就是现代版的 多收了三五斗 当年多收了三五斗 其实对农民来讲 于事无补 其实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第二个姚景元认为 就是所谓刚才说的 产能过剩吗 他认为产能过剩 会有利的抑制通货膨胀 对的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 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你要看什么 你要看什么行业的产能过剩 如果是钢体业的 它能够抑制通膨胀吗 我们产能过剩是非常严重 什么都在产能过剩 比如说农药 产能过剩60%左右 然后不锈钢 产能过剩60%左右 都很严重产能过剩 农药产能过剩 但是农产品价格照涨 所以第三个就是说 现在中国是总需求不足 所以通货膨胀很难发生 这个不是吗 这个很有点 不过讲到最后原因 也就是我刚刚讲这三个 就是三个原因 那么问题是 碰到通货膨胀之后 老百姓应该怎么办 买房 通常是抵御通货膨胀 比较好的办法 这些年 他每年都有4000亿的美金 流入中国 所谓的热钱 这些钱都往哪去了 往地产去了 就造成了央行被动的 发行人民币数额惊人 可是如果地产 不能够再充当 那个蓄水池的功能的话 那就会往物价那边去走了 就产品去走了 可是如今 限购令 它是个政策性的 很多人认为 它可能不是一个 就长期的政策 比如说明年可能会取消 那那钱都盯着这个 你说热钱过来了 确实过来 加息带来热钱过来 一个是索罗斯 他看中了香港的一个办公室 然后罗杰斯 他认为 中国目前不能投资 因为物价的通货膨胀 但是怎么办呢 我等着 将来他地产这块开放的时候 我还可以带头 就是地产是 它又狂涨了 对 所以它这是很大的一个悖论 你很难去调整它 但是问题是 你说比如说二战时候 战火硝烟的时候 上海的高端楼盘 或者房地产都没有降国价 它是很好的一个保值的方式 但首先第一个问题在于 中国有那么多的 所谓有着眼泪的穷人 有买房的这种能力吗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 如果真的是挤破了头去买房子 那反而会进一步的恶化民生 对 没错 这就让我感到非常的担忧 比如这个严重变态就是什么样 按照中国亚洲历史来看的话 买房最能够抵出通货膨胀 那么 股票价格呢 我们刚才也讲过了 股票价格它波动 它不是因为通货膨胀而波动的 它是因为其他原因 那么还有黄金呢 黄金的波动原因 是因为大家对权势 我刚才讲两个因素 第一是对全世界货币蒸发的 失去信心 第二跟美元之间的挂钩问题 所以这都不是 真正为了应付通货膨胀的 当然了最后我们投资人最后选择 什么银行存款 或者是银行什么固定收益的理财产品 你就这四个选择 好吧 那这四个选择的话 其实银行存款都很有限的 我不认可银行存款能够抵抗通膨胀 我举个例子 抵抗不了 像你存一万块钱 你可能存五年 你的根据加息以后的利率 你大概是五年之后 你有三百元的利息 你抵抗的物价上涨的速度 你根本抵抗不了 而且上有多快 我当时放了几个 我不说他名字了 就是一个隐居界的人 一个很有名的主持人 他跟我说 他在八零年代末期 手上就有上千万人民币 当然他们就是保守的形态 存在银行里 到现在还是这么多 当时他这个钱 有人要买个北京市中心的两个楼 不是买房子 就买两栋楼 可以买得起 现在你买套房 一步都买不掉 就存在银行的结果 那很多人也说 可能最后的出路 就是考虑中国的战略大转移 怎么样把产业结构调整 怎么样考虑把那个生产的内需 这个比例 那如果调整不了呢 就是这个问题 那你回来 我们只能够调整不了呢 我们只能够一个方向 但是这个能不能做 还是看见这个 我们最后探讨的一个问题 也是很多民众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就是大家在进行投资冲动的时候 的一个疑问 就现在前三季度数据都出来了 那我们进入第四季度了 那么所谓未来的一个通胀的 可能性有多大 我们说现在很多人惊呼说 已经进入了通胀的时代 那么现在3.6%会不会往上升 一旦升到达6.3怎么办 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 在80年代末期 9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 当时的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呢 老板现在比较详细 还比较靠谱 还百分之十几的 他都公布过 如果真到这点 我相信他不会公布的 现在要保证在3%紧接线左右 对他还是3.2 3.3左右 我相信他不会公布的 立马上说不定 4.5%的紧接线的话 还会适当的调一下 对对大家在4.2 4.3 会操作一下 在这方面我可能比较相信 那个谢国忠的说法 他说其实实际的那个物价上涨的速度 已经超过两例数了 他这个说法我是比较相信的 这是我相信 不止你相信 我相信一门老板其实也是不想的 所以为什么谢国忠不在宠物经济学家里 是有原因的 他属于分清的寒冷面